你們CIA什麼意思 最近在各大社群平台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這個招募的廣告 顯然就是針對 中國大陸的公民而來 CIA的廣告視頻 全部寫的都是中文 而且擺明了就說 如果你不滿 歡迎跟我們合作 CIA到底打算要幹嘛 問一下亮哥 你看到這個招募廣告 第一個直覺反應是什麼 而且他擺明是 針對中國境內的公民 境內 境內 不是境外 境外就沒什麼了 境內 然後還提供了說 你要怎麼躲過政府的追蹤 還說要教他 怎麼介紹我們的暗網 明網之類的 CIA曾經在大概十幾年前 2012左右被大量破獲 是 那幾乎整個clean 2010到2012年之間 對就是在中國境內被整個清掉了 那肯定一定都是找中國人 那所以他就斷訓有好一陣子 那我覺得這種事情 重點不是他做這件事 而是他明著做 他還讓你知道 我要幹這件事 那 那 討論是中國道路 國安部門 根本 根本就把你視為當然 你必然幹這件事 所以重點 值得分析的是 CIA 明著來是什麼意思 明著做 是因為按著做 招不到人 所以才明著來嗎 當然不是 不是啊 他明著來 等於是挑戰 中國的國安單位 中國的國安單位 就是我擺明了 你抓不到我 不是嗎 哪有人這樣做事情 就擺明了說 中國的公民拿我這邊 偷偷應徵 變成我的憲民 那 我就明著幹說我要幹這件事 那我保證 也不是保證啊 就挑戰中國國安單位的能力 我從來沒看到那麼囂張的情勢單位 你說是挑戰 不過這個訊息當中 我給大家做個補充 我也請教亮哥 因為這幾年就像你講的 CIA在推動暗網 他推動暗網的原因就是企圖要 躲開北京的監控 當然啦 那大陸的反監控的技術 也讓CIA確實在收集情報上面 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坦白說 這個解密 解密碼的技術 我認為中國搞不好超過美國 所以CIA這次 你這樣搞啊 搞不好會全軍覆沒 所以我的邏輯跟提問就是 CIA 他按著招募不一定招得到 明著來表明上是 我是有給你們公安看的 我擺明要挑戰 但是因為你剛剛講到了 大陸的反監控的技術 可能還比美國來得高 因為他對暗網不順利嘛 因為量子密嘛 全世界公認中國是做得最好的 這個坦白講 這個具體的密碼加密技術 跟解碼技術 這個量子密碼這個技術 弄進來了沒 我們還不知道 不過這部分它是明顯利潔美國 而且中國大陸本來就是一個 對防範敵人滲透比較重視的國家嘛 所以他一定會高度重視這個領域啦 當然 所以我覺得CIA這樣幹 真的有點詭異啦 你連史諾丹都跑了對不對 你還對自己的技術這麼有自信啊 我的感受是 明知這樣做效果不太大 但我挑明了就是要挑戰你大陸的公安 跟這一個你的反恐的監控的技術 我另外一個聯想到的新聞事件 就是CIA是否也看到了 以色列的摩薩德這一段時間以來 這麼精準的情報 幹掉了不管是真主黨或加薩的 領導人物或者是BB Call 或者是對蔣雞蛋 連環爆炸 看到可以在內部做一些顛覆 所以CIA也想這樣子如法抛制 沒有啦 這對手不一樣啊 對啊 就對手不一樣 你是對手是伊朗跟真主黨啊對不對 底下你的對手是中國國安單位 沒錯 而且我講白了 我們發現這個伊朗 這個哈馬斯 哈尼亞被炸死了 還有這個黎巴南 真主黨那個領導人 被炸死 這個都是透過傳統的情報技術 並不是高科技的 是 就基本上 嚴格來講就是 伊朗革命衛隊跟真主黨有人被收買 講白了就是這樣 所以你自己的組織做成這樣 你要怪誰 CIA這動作剛剛亮哥講的 就是表明著幹 挑戰你 但效果一個大問號 所以為什麼這樣的動機 除非你也能夠收買 對啊 所以動機你剛剛講詭異嘛 搞不清楚他幹嘛要這樣做 這個 我們也不用講他動機啦 搞不好只是純粹表示一個敵意 純粹表示敵意 這個姿態就是很敵意嘛 中國大陸跟美國是有一些默契的 就你不要顛覆我的體制 那 就是 那你這次的這種搞法 擺明了你還是在搞和平演變嘛 在搞顛覆體制的動作嘛 所以這個階段 連這個階段都沒結束 事實上中美的競爭 我覺得這個是早先的階段 結果我還是要推翻你的政權啊 顛覆你的體制啊 那雙方後來經過幾次的高峰會 所以感覺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了 結果你現在又一副又要重來的樣子嘛 就是不然你做境內的 這個泄民的收買是要幹嘛 增加敵意的做法 不過大家回頭去看2019香港的事件 包括了美國CIA 英國的MI6 這些情報的據點被完全瓦解 確實美國在蒐集 大陸相關的資訊上面來講 情報來講是有難處的 就亮哥做國際談判的一個 專家角度來看 當我對你的情報 蒐集的沒有過往來的 順暢的時候在談判桌上 我發現最近被收買都是 中國大陸的相關的軍方 或高科技人員出國的時候被接觸 都不是在境內接觸 所以出國的時候被接觸 比如說火箭軍啊 我認為一定有 那可能在出國的時候被接觸 還有我知道有一些科技人員 也是泄密 那都是在出國的時候被接觸 所以簡單講還是收買 這種情報能力沒有過去來的好的情況之下 在中美談判桌上造成的具體影響或是什麼 我坦白說中美現在並沒有那種 就是牽涉到我如果知道你的機密 我就會明顯領先那種談判 OK 基本上並沒有這種事件 比如說韓戰當然非常明顯 我知道你的狀況 或者是越戰 或者中美要正常化的時候 那這種情報當然非常重要 因為坦白說中國大陸已經 他這個監控高科技化已經這麼久了 所以他對這個社會的任何角落 可能發生了任何事情 他的掌握能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他現在已經不是只有比如說竊聽啊 還有各種影像的收集啊 還有大數據的比對啊 這個事實上你也看過很多演示嘛 就是BBC有一個記者從貴陽落地 然後就說我現在就開始進入 那個從機場到貴陽的市區那 那看你多久可以找到我 7分鐘 7分鐘就找到了 這是BBC真實的報導 而且這個大概10年前的新聞啊 你去想想這是什麼樣的監控能力